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首先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三本书 现代信徒的信仰的最后一课 对新造的人的认识与关系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进入新的一个课程 让我们开始学习 装备我们 对基督的信仰有根有基 也让我们愿意委身在这个信仰中 来服侍你跟从你 愿上帝带领我们接下来一同学习的时光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在新叶圣经里头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讲了一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信仰 也是基督信仰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 那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正如在旧约 上帝 上帝将这混沌的世界 借着创造 命力就力 说有就有 上帝使无成为有 使混乱变成有次序 这是上帝的创造 在上帝的创造中间 显明了他的救赎 使混乱的 成为有次序的 使漫无目标的 变成有目的 而到了新叶 若有人在基督里 成为新造的人 是神的救赎的结果 换句话说 在基督里蒙救赎 他成为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创造和救赎 救赎和创造 结合在整本圣经里头 上帝创造了万有 他也救赎了万有 他救赎了万有 显明他新的创造 正如耶稣说 我的天父做工 直到如今我也做工 所以父上帝 子上帝 圣灵上帝 都不断的在工作 使这个世界 成为有次有序的世界 既然成为新造的人 意思说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关系 我们往往会称呼 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 为新造的人 难道是穿新衣吗 穿行娘衣吗 所以称他为新造 这对新人 他们是新人 不是指责外在 是指责关系而言的 过去他们是情人 今天他们变成了夫妻 既然是新的关系 他们就必须调整 之间 各方面的生活样式 他不能再像以往一样 下班之后 还跟朋友花钱夜下 到处聊天喝酒 他必须要回家 跟太太相聚 跟儿女相会 大家在家中一起吃饭 他必须成为一个 名府其事的丈夫 妻子 或者是儿女 或者是为人的父母 所以今天 我们很清晰的知道 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跟上帝 跟万有 都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新的关系 我就从几个层面来谈 正如我第一本书里头提到的 人是一个关系的存有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是有关系的神 圣父之所以称为圣父 因为有圣子 圣子之所以称为圣子 因为有圣父 圣灵之所以称为圣灵 因为他是圣父圣子的灵 他是分别出来不同的灵 他是天父的灵 他是圣子耶稣基督的灵 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的关系是爱的关系 当上帝以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的时候就说明了 我们今天也应当彼此相爱 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应当彼此相爱 同样人本身也应该爱自己 圣父爱圣子 圣子爱圣灵 圣灵爱圣父 我们的理性 情感意志也应该彼此相协和 理性跟情感跟意志 意志跟理性跟情感 情感跟理性和意志 应该是彼此相符合 而不是彼此冲突 当理性跟情感冲突 你就会失调 你就情绪会混乱 因为你做了 或者你想了 或者你的感情的经历 跟你理性的经历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会有矛盾 理性明明告诉你 这件事是应该做的 而你的意志却没有做 且做了另外一件不好的事 正如保罗说的 我知道行善我却不去行 我不想行的恶 就偏偏去行 这就是理性跟意志冲突的现象 而这样的现象就是不和谐 这个关系就是不和好 人就会觉得有压力 有挣扎 甚至产生重重的痛苦 当人能够接纳自己 欣赏自己 爱护自己 人就会跟自己和谐相处 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首先 我们要谈到 人怎么与自己相处呢 他必须与神有美好的关系 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主 我们必须按照创造主的意识来生活 他创造我们的原意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我只能按照他的原意和目的生活 正如一个木匠造椅子的原意 目的是什么 当这个椅子不按照木匠来被使用 这个椅子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人如果没有按照神创造的原意去生活 人就找不到意义和价值 人就会感觉到茫然 四痕 甚至在永恒中 感觉到自己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世界上 生活只是为着生存 生存只是为着生活 是没有目的的存在 那是很痛苦的 因此作为一个人 他必须跟上帝建立和谐的关系 因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所以无论是男人 无论是女人 他生命里头都拥有上帝崇高的形象 他应该从上帝的形象中 去认识自己 去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是谁 我们是被造的 凡是被造的都是有限的 我们是谁 我们是拥有上帝形象的人 我们有责任 我们有责任把上帝的生命形象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一面镜子 一面镜子不能反映我的样式 那一面镜子的存在 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价值的 人的存在不能彰显神的永美 人的存在也是一样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 因此我如果要找到自己 我必须回到上帝的形象 我如果要拥有上帝的形象 我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上帝建立关系 关系是需要被建立的 认识是从关系开始的 如果我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我就无从认识上帝 我唯一认识上帝的就是不认识上帝 人必须谦卑自己 按作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的途径 就是以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而认识神 而当我们认识神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到 我是一个受造之物 我是一个有限的存有 我开始认识自己 我认识自己以后 我就不会为自己建立所谓永远的王国 像秦始皇这样 世界上伟大的秦始皇 伟大的 毛泽东 伟大的 拿破仑 伟大的 罗马凯撒皇帝 伟大的 丘吉尔 伟大的 罗马帝国 今天在哪里 他们都过去 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是有限的 所以人 一定要承认自己的有限 认识自己的有限 就会构成他的谦卑 人认识自己是最基本的 就像一棵树 的树根一样 树根越深 他吸收的养分越多 他借出来的花 果 就越来越兴旺 我们今天 人会活得美 活得丰盛 是因为 我认识自己 而我要认识自己 必须以神建立关系 而我们知道 上帝对我们 是将自己的儿子 给了我们的主 所以没有什么好处 不给我们的 他对我们的爱 是爱到底的爱 不是爱一半 像现在的美国 将阿富汗丢弃 这是非常残忍的 你看见那一幕 从飞机上掉下来的阿富汗人 心酸 难过 生气 美国 是过河抽板的人 美国 是一个不负责任 没有意义的 做法 这是令人厌烦 令人生气 法子的行为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国家 人不会尊敬他 像这样的总统 人会厌恶他 同样的 我今天 如果认识自己 是一个卑微的人 我认识上帝 我就应该活出上帝的形象 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 是永远的爱 不像世人 爱一半就丢掉你的爱 既然如此 我也应该有把握 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也要永远的爱上帝 并且爱上帝所爱的 这是很基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跟上帝和好 你一定会活出上帝的样式 因为我们是蒙上帝 喜爱的儿女 是蒙爱的儿女 我们心中有爱 我们会开始去爱 我们爱上帝所爱的 恨上帝所恨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必须去回应神 我愿意爱神 我愿意活出上帝的形象 成为他蒙爱的儿女 第二 谈到爱上帝 有时候有些抽象 正如约翰所说的 你若爱看不见的上帝 而又不能爱 那看得见的弟兄 你对上帝的爱 是虚晃的 是假的 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爱 必然流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对上帝的爱 必然流露在 我对人的爱的至上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 照男照女 每一个男人 每一个女人 每一个老人 每一个小孩 每一个残缺的人 每一个贫穷的人 每一个文盲的人 都是上帝所爱 既然这样 我凭什么看不起 那些卑微的人呢 我凭什么去轻慢他们呢 那是得罪神的事 相反 我们知道 他们也是拥有上帝的形象 我跟世人是命运共同体的 不论是北方的国家 或者是南方的国家 不论是第一世界 或者第三世界 我们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必须有这种认识 同样的 这次的疫情 疫苗不仅是给第一世界国家的 也应该给第三世界国家 第一世界国家 应该快快的打完针以后 也应该把更多的疫苗送到第三世界国家去 让他们打疫苗 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我们应该行的 以人的关系 要给人带来价值 你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因为你把幸福带给别人 使比受更为有福 亲爱的弟兄姐 为什么我的爸爸不喜欢我 为什么我的业母很讨厌我 为什么我的妻子不顺服我 为什么我的丈夫不爱我 为什么我的儿女不孝顺我 我们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 我的生命没有给他们带来价值 我没有祝福他们 我做爸爸的 做妈妈的 没有尽责任 好好教养 好好的养育 好好的爱护他们 让孩子们忧心难过 为着爸爸要离婚 半夜三更都睡不着 让孩子患上了忧郁症 我们没有给孩子带来祝福 孩子不会爱上我们的 为什么妻子不跟我说话 因为我在外面有女人 我没有给妻子带来价值 我带来了是伤害 我爸爸妈妈为什么很讨厌我 因为我从来没有照顾他们 我每天都忙碌着自己的工作事业 我没有陪伴着他们 也从来没有带他们出国去旅行 我在他生命里头没有价值 我没有增加价值给他们 相反 父母亲喜欢我 我那天从医院回来的时候 我踏了计程车 我跟计程车司机讲福音 他说我的儿女两个都去天主教堂 我觉得教会很好 我说你也应该来 一路上我跟他谈耶稣 他谈起他自己两个孩子 讲的脸色都发光 因为一个孩子在念医学 一个在念工程 而两个对他非常孝顺 每一个礼拜都会从学校回家陪爸爸妈妈吃饭 并且跟爸爸说 爸爸 我大学读完了 我出来做医生 你不要再驾计程车了 我要养你 这个爸爸 讲的那么兴奋 我跟他说 我非常恭喜你 他听我对他这么样认真的 很诚恳的恭喜他 他越谈越多 越讲越多 越讲越兴奋 为什么这个做爸爸这么兴奋呢 因为他的孩子给他带来了价值 而我又肯定他 我怎么肯定他 我说你两个孩子这么聪明 你一定是很聪明的 他听我这么讲 他哈哈大笑 因为我在增加他的价值 生命需要增加价值给别人 别人就会喜欢你的生命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做爸爸的 做妈妈的 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 做儿女的 好好孝顺父母 做家婆的 爱护你的媳妇 做媳妇的 好好照顾你的家婆 他就觉得 你来到我的家 给我的家带来的价值 你进入我的生命 给我生命带来价值 你看连动物界 慈性的动物 都会找那个打架成功 格斗胜利的那一个工的 雄性的动物跟他交配 为什么 因为交配之后 会生下健康的下一代 增加价值 我们一定要在别人生命中增加价值 我们一定要在别人生命中增加价值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儿女不是咒诅世界的人 上帝的儿女是给世界带来祝福的人 Amen 我们在家要给家祝福 你的父母才可能信主 兄弟姐妹才可能来到神的根前 我们一定要给别人带来价值 跟人的关系才会和好 而我们跟这整个世界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另外一个世界疫情没有更改 恶化的时候 我的世界也一样会受它影响 所以今天新加坡 想要出国只能去两个国家 一个叫德国 一个叫做文莱 你不必quarantine 不必隔离 只有两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其他国家还不好 所以如果全世界都好 我们更好 如果全世界不好 我也不会见得更好 这叫做命运共同体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们才能够和世人和好 建立世人有一个对基督信仰的人 人的一种好感 因为上帝很清楚的说 他从一本造万有 所以万有不论是红色的 黄色的 白色的 黑色的 chocolate的 任何颜色的 複色的人种 都是从亚当而来 亚当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都是一样的兄弟姐妹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我们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放下对别人的仇视 跟左灵右色要和好 跟家人要和谐 千万记得 不要把关系给搞砸了 活出上帝的形象 你的生命一定会更蒙福 记得给人带来祝福 增加价值 不是增加咒诅 第三 我们信了主以后 生命里头 罪还是切实的 它常常会困扰我们 而解决罪的问题 不是理性的问题 理性上我们清楚知道 那些事是不可行的 可是我们还是行 师父感情 胜过了理性 因为在罪里面 感情感受到快乐 这种罪中之乐 胜过了我们理性的逻辑思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要对付罪 不是从理性去对付 而是从十日假的救恩 在基督里新的生命的能力 圣灵的恩高 去对付罪恶 罪天天都在围绕着我们 所以圣经说 罪会追赶我们 就是这回事 而主导文告诉我们 不要叫我们意见试探 其实 不是叫我们不要意见试探 原文的意思 是叫我们不要陷入试探 我们天天都在面对试探 可是我们却不要陷入试探 那怎么样可以不要陷入试探呢 就是很清晰的 我跟神的关系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是圣洁的国度 上帝约的百姓 我绝对不去犯罪 我对我的眼睛说 非理误事 我对我的思想说 非理误想 非理误看 我对我的嘴巴说 非理误言 当我能够这样的 去绝对的 不妥协的 去对付罪恶 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 所以在以赴所书里头 用了非常绝对的口吻 保罗欠导信徒 你们一定要弃节访言 选择实话 你们一定要弃节误会的原语 选择造就人的好话 你们一定要弃节一切的恶毒 选择彼此相爱 饶恕 你们一定要弃节 行事为人上的暗昧行为 乃要选择像光明的子女 这都是以赴所书 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 我们必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天天都在选择 不要吃分别散热树上的果子 那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我天天的都要依靠神 天天都要祷告主 天天都要认罪悔改 天天都要更新 让基督在我里面 我在基督里面 圣灵的恩告 使我胜过罪恶 这都是我们需要天天去面对的 比如说有一天 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出差了 到了异地 晚间到了 朋友们要到酒吧夜总会找女人 就约了你一同去 你应该干脆利落的 直接的 不妥协的 对他们说 我不跟你们去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有欺世的人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不做这回事 让他们感觉到羞愧 他们虽然讨厌你 不过心中还是佩服你 只要你天天活出真的上帝的形象 不是假冒伪善 不是伪装的 乃是真实的生命 人会尊敬你 绝对不妥协 绝对不犯罪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够把上帝美好的生活形象 活现出来 最后 我们不仅以罪的关系 绝对不妥协 我们以人的关系 彼此要彼此相爱 以神的关系一定要和谐 在那里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 最后 我跟魔鬼的关系要清晰 他永远是鬼 他永远是魔 无论他给我什么好处都不可相信 他即使跟我穿同样的衣服 他还不是我的兄弟 圣经说我要顺服神 抵挡魔鬼 他就逃跑了 你误要抵挡魔鬼 一定要抵挡魔鬼 怎么抵挡他呢 就是凡是魔鬼的事 不要参理 凡是跟魔鬼有关系的东西 不要去接触 包括看相 占谱 星座 等等 一律都不要去看 一律都不要去参与 更不要叫人来你家看风水 这是惹上帝讨厌生气的事情 我再说 上帝是嫉妒的神 正如 你的妻子是嫉妒的妻子 他不允许你有其他的女人 正如你是嫉妒的丈夫 你不允许你的妻子有别个男人 上帝是嫉妒的神 他不允许我们 有任何的偶像 或者魔鬼去占记我们的心灵 所以我们勿要抵挡魔鬼 绝不妥卸 然后呢 怎么抵挡他 要顺服神 顺服神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能力 来对付魔鬼 因为魔鬼 有一点非常令我们佩服的 就是他不容易灰心 我们很容易灰心 他却不灰心 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我们 要我们跌倒 他如同遍地游行 哄叫的狮子 因此我们必须 不断的抵挡 持续的抵挡 这样我们才得胜友谊 最后 魔鬼会借着偶像来控制人心 有一些看得见的偶像 有一些人怕 我长年以来 传统以来 我拜这些神明已经几代了 我的老祖宗到我这时候怎么可能放弃呢 我拜了这些给我的家 给我的子孙都成长了 我怎么可以放弃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魔鬼的伎俩 欺骗他 让他以为他得到的祝福 是从魔鬼而来 其实魔鬼给人东西 最后是要得到他的灵魂 他不知道这一回事 除非他认识福音 而魔鬼弄下他的心眼 除非圣灵起开他的心眼 因此我们需要祷告 让家人信主 而我们自己要祷告 不要给魔鬼弄下了我们的心眼 看不见上帝的奇妙 因为一点打击 一点痛苦 我们就想离弃上帝 我们就灰心丧志 为什么上帝没有祝福 不是这样 相反的 我们坚持到底相信上帝 他永不离开我们 那些看得见的偶像 不要怕要拒绝他 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偶像 那是占据我们心灵的 小的时候 我们把父母当作偶像 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把明星歌星当作偶像 成年的时候 我们把金钱当作偶像 年老的时候 我们把权势地位 儿女看成是偶像 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偶像 所以我们需要除去这些偶像 不能占据我们的心灵 神才会喜悦 偶像是什么 偶像就是紧紧抓住我们的东西 让你日夜都想着他 你天天想钱 钱就会想你 反过来抓你 就像你吸烟 后来烟熄你 就像你抽大麻 后来大麻抽你 所以你抓女人 反过来是女人抓你 你抓权势 权势过来缠着你 所以偶像就是这回事 占继你整个生命 使你不快乐 因此我们必须跟魔鬼断结关系 不要跟偶像有任何的往来 必须把他丢弃掉 最后我要提到的 就是在一些的教会里面 特别是灵恩运动中有一批的人 他们说 你今天为什么破产 为什么离婚 为什么身患癌症 是因为你的老祖宗拜偶像造成的 因为圣经说拜偶像 咒诅会临到他三世代 这样的说法是片面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 那被挂在木头上的 是被咒诅的 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 耶稣基督被咒诅 为什么他被咒诅 他是为着我们的罪被咒诅 既然罪被咒诅了 怎么可以说我们今天仍旧被罪咒诅呢 因为我的老祖宗犯罪 所以咒诅临到我呢 难道爸爸吃酸葡萄 儿子的牙会发酸吗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什么叫福音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耶稣已经承担了一切的咒诅 从今以后 这些咒诅远离了你 Amen 包括以前 你给那些偶像做干额女 这个咒诅 奉主的名切断他 不再来临到你 因此今天 我们这堂课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这些咒诅都挪开 从今以后 你已经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是美好的 上帝要把最大的祝福来领导你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我要做最后的结束的祷告 我要弟兄姐妹 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 来作为结束 你愿意的话 跟着我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赐给了我 为我的罪定在十度加上 拯救了我成为你的儿女 我现在打开心门 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使我成为得救的人 拥有新生命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天父啊 求你赦免我 我过去拜偶像 我甚至成为偶像的儿女 我奉主的名 借着耶稣基督切断 我跟过去偶像一切的关系 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竭尽我老祖宗 所犯的罪 而带来的咒诅 从今以后 不再临到我 和我的后代 上帝啊 求你将爱浇灌在我心里 让我有爱 会爱临舍 爱其他的人 让我们彼此相爱 并且赐福我们的家人 都能归向你 让我们成为一个 把价值带给别人的人 是一个 领受祝福 又能将祝福 与人分享的人 亲爱的主啊 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你眼中的同仁 给我坚强的心智 绝不犯罪 绝不随从今世的封书和罪恶 相反 忠诚的跟随你 爱你 服侍你 荣耀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把时间交给几位导师 好 谢谢牧师的教导和为我们的祷告 那接下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有人认为上帝造了身体有缺陷的人 所以同性恋者也是他创造的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圣经上帝起初创造天地 然后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是完美的 亚当是一个完美的人 夏娃是一个完美的人 一个是完美的男人 一个是完美的女人 全世界里头最完美的 就是上帝直接创造的亚当和夏娃 而从亚当和夏娃继承下来 其实是美好的下一代 可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罪破坏了人的完美 因此世界上的一切的不完美 是因为罪而造成 是人自己犯罪造成 不能说是上帝创造有缺陷的人 上帝创造同性恋的人 这是毫无圣经根基 这是推卸责任 我们犯罪以后有一种习惯 凡是成功的事 美好的事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成就的 凡是坏的事 不如意的事 不信的事 都是上帝不公平的 请问你这样的说法 对上帝公平吗 下一题 谢谢牧师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为什么这段经文特别强调 神的信实公义 而不是神的慈爱呢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你如果去看约翰一书 一章九节 那里是提到赦罪的事情 那么在那里 怎么我念给大家听一听 你就明白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 便是以神为说法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 那意思说 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 这一封信是写给当时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基督徒 你们信了耶稣以后 有可能你们还会 一时被过犯所剩而犯罪 所以你必须要认罪 而认罪了以后 上帝会赦免你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神的信实因为他应洗 他必须信实的 完成他的应洗 他要赦免以色列的罪 他要赦免他儿女的罪 他在实际上完成的救赎 是从过去 现在将来 永远的罪都会被赦免 那是公义的 为什么是公义的 不是说是慈爱的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 当我犯罪了 法官判我罚款五千块 我说没钱 他说那你就坐监五个礼拜 我朋友知道了 来替我付了五千块 然后我就无罪释放 难道我的朋友付了五千块 我还要住五个星期的牢吗 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不公义的 所以上帝是公义的 他已经完成了 罪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因此今天上帝赦免我们 乃是公义的 是这个道理 好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下一题是说 有人认为我们若在地上 得到了人的称赞 就不会得到天上神的称赞 请问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那么得到地上的称赞 天上再也没有赏识了 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 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 是提到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在街道的门口 在那里祈祷 我念给你大家听一下 马太福音第六章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是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所以在天上再也没有赏赐 他们得了在地上的赏赐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爱地上的赏赐 他们就是爱人的称赞 既然你喜爱的是人的称赞 而不是上帝的称赞 所以上帝不需要称赞 地上的称赞已经给你 那你就应该满足了 所以你要得到地上的赏赐 你要得到地上的称赞 这就是他的动机和目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无论是祷告 无论是属灵的事 无论是做善事 动机一定要善良 不是要得到人的称赞 得到人的回报 相反 是为着讨神的喜业 是呵服神的心意 按神的心意而行 而当我们按神的心意而行 地上没有赏赐 人也不会称赞我们 人也没有回报我们 可是我们回到上帝那里 上帝对我们说 你是忠心良善 有见识的仆人 进来吧 和我同享 永生快乐 那是何等的有福 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下一题 谢谢牧师 犹太人认为 耶稣称上帝为父 是亵渎上帝的名 请问犹太民族 对父亲的概念 跟华族一样 也是严父的形象吗 那么圣经里面的犹太人 有没有称上帝为父呢 显然是有的 如果你去研究旧约 至少有14次 这个犹太人称上帝为父 而犹太人 以色列名 被称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的儿女啊 你为什么弃绝了我 那好几次圣经里头 谈到这些话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而为什么耶稣称上帝为父 犹太人就认为他亵渎上帝呢 其实你如果去看 到了新夜 耶稣基督称上帝为父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这么激烈的反应 没有 可是当耶稣说到 他跟父上帝的关系 是非常特殊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时候 他们说他是亵渎上帝 怎么说呢 比如说 他称上帝是我的父 我以父原为一 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 在那里他谈到 他跟这个父是原为一 那这是犹太人无法接受 犹太人从来不敢这么说 他们只能说 上帝是以色列的父 可是他们不会说 我跟上帝是唯一的 唯一在原文 是同本质的 也就是说上帝是父 父上帝是神 那我就是上帝 因为我跟他是同本质的 所以耶稣基督说 上帝是我的父 亚伯拉罕 仰望我的日子 你们在哪里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呢 就是把上帝的先存性 放在自己的生命里头 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乃是跟上帝同本质的人 pre-existence the nature of pre-existence 这个拥有超越时空的这一个本质 因此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 说他亵渎上帝 而犹太人 对父亲的概念 跟华族一样是严护的形象吗 基本上是的 犹太人跟华人 中华民族的家庭观念是非常严肃的 而犹太人是以父权 为主的一个家庭概念 所以你看整本圣经 连上帝都是以父来称呼 所以现在的所谓的妇女神学 很不甘愿 就把上帝也称作母 我在天上的母 而不愿意称我在天上的父 其实这种勉强的做法是没有必要的 那是一种的人间所应该了解的一种的语言表达 而并不是说称上帝为父 而我们的父的概念套在上帝的身上 不是的 而是上帝父的概念 上帝父的原始的意义 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人应该学习 我们天上的父是一个怎么样的爸爸 是充满着慈爱 仁慈公义 圣洁 怜悯的父亲 今天我在世上做父亲 做母亲的人 也应该像我天上的父 而不是把我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 套到上帝的身上 所以我也不义 所以天上的父亲也不义 我生气天上的父亲也生气 这是不对的 本末不可导致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可以说爸爸像我 我应该说我像爸爸 明白吗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认知 犹太人的家庭观念是非常重的 他们也非常重视孝道 跟中华民族有很多类同之处 所以上帝也祝福这两个民族 好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说 约翰二叔一节说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请问约翰是写给教会 还是给当时的姐妹呢 若是写给教会 为什么不向其他的书信说明呢 那这个是一个统称 所以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而这个太太跟他的儿女到底是指谁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约翰二叔 那你如果看约翰二叔在原文 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 这太太或作教会下童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也就是说他用一种名词 一个代名词去代替的教会 而并不是指着某一个女人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他用太太其实用她来代表教会 而这个教会儿女就是信徒们 就是叶翰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相信真理人所爱的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都爱这样一个蒙上帝所爱的教会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你说约翰写信给教会还是给当时的姐妹呢 是写给教会 只是用一个姐妹的名称来去表达 那你说若是写给教会 为什么不向其他书信说明呢 那这是遗憾自己的一种的想法 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表达 说真的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他为什么用太太这个名词 那这也我只能说 那这可能太太这个名词给人感觉 教会是比较温和性的 给人比较一个美好的一个形象的一种感觉 如果用一个大丈夫的感觉 好像读起来不是那么的舒畅吧 那我只能这么理解 那至于其他的解释呢 可能我还要再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吧 好吧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基督徒的思想似乎太单纯了 什么事情只说靠信心就带过 可是身边的人认为这样做事情很没有判断能力 请问这是滥用信心吗 是罪吗 那我们说我们只是凭着信心 那很多东西不了解 我就说我凭着信心去做 那这个信心好像是没有理性的信心 这不是圣经的意思 你说我想不通以后 我只能够用信心去接受 换句话说 想不通的事就用信心 你这个信心呢 是没有什么理性的 因为是想不通的信心 信心不是这么解释 真正的信心是有理性的信心 只是理性并不能超越一切 理性有它的限制 如果你去看康德的神学 他的时代 因为人把理性主义排得太高了 他就为理性定下了边界界限 理性只能够理解现象界的事物 现象界背后真正的事物 是你不能完全理解 就好像我对你的理解 好 比如说凯威 我理解凯威 凯威这位弟兄 我跟他来往 我只能够理解 他表达出来的一些的东西 这是现象 可是他内心深处 真正想什么 他如果没有告诉我 说真的 我还是不了解他 你说对吗 所以理性有它的限制 它并不是无限 所以康德就提到 人要理解上帝 这是超越理性的范围 他已经over boundary 他已经超越了他的界限 所以人以为靠理性 就可以解决任何的事物 这叫做骄傲 这是不理解自己的理性的有限 这是理性主义的荼毒 相反的 我的理性 是帮助我的信心 坚定我的信心 所以理性只是一个助手 因为 我对上帝的信 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信 因此上帝在启示 让这个圣经给我读 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让我看得见 让我可以听见他所说的话 也就是说 上帝又愿意进入人的理性中 让人用理性去思考他 去认识他 另一方面 人又必须知道 我理性所认识所思考的 虽然是正确的 但并不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 信心是有理性的基础 而并不是无理性的信 那叫做盲信 乱信 迷信 所以理性 是信心 是有理性的基础 不过 这个理性又知道自己的有限 因此 我们必须根据上帝的启示 神的主动 他的道成肉身 他对我们所说的 按照他的途径来认识他 这才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你谈任何东西说 你凭信心就好 那是不对的 我们也不要给人误解 信心的观念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信心是有理性的信心 而不是没有理性的信心 可是我们又知道 我们的信心又有超越理性的层次 他并不是单单在理性的层次怎么样 这样一来 我们的信心就是有根有基的信心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提是说 如果保护师圣灵 是来继续耶稣的工作 直到主耶稣再来 那么为什么人有能力 把圣灵的感动和引导熄灭呢 因为上帝给你 创造你 赐给你的 是有理性 有情感 有意志的 自由的存有 如果上帝为你所定的一切 就是像机器人这样 你就不会有反应 或者你的反应就已经被program好了 你就按照这个已经有的这些程序来反应 那这个人就不是基督信仰所提到的真正的人 如果称他为人 叫做机器人 所以你既然不是机器人 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你可以拒绝他的感动 所以圣灵引导你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听从他的引导 相反 如果我听从圣灵的引导 我随从他的感动 我就会过幸福的生活 上帝就称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相反 你拒绝他的感动 你反对他的引导 抗拒他的祝福 最后你就成为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见证上帝的人 这是你的自由要回应 要不然上帝的称赞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上帝去称赞机器人说 谢谢你 你很好 你很忠心 听从我的话 跟随我的路 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 你说对吗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最近世俗的朋友谈到他们和基督徒的不同 然后他分享到他们的做法 是在三个月里面不参加别人的婚礼 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要冲喜 但我听后很没有智慧的回答 如果有冲喜这种事情 那么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关联呢 比如说我的生日是2001年9月11日 那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生而造成911事件呢 他们听了就发怒而不理我 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信仰差别的事情 我应该怎么来回应呢 我想你必须要了解他们所谓的冲喜 冲煞等等的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在民间信仰里面 他们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冲煞的观念 那冲就是生肖上的不和 煞就是空间方向上的不邪 所以这种不和谐造成了所谓的冲煞的问题 而这个冲煞在婚姻上面呢 就是有生肖的配合 霸制的配合 而所谓的五行的配合 五行有水火金木土 所以金呢 他就会刻木 木呢 就刻土 土呢 就刻水 水就刻火 火就刻金 他皮子相刻 这个叫做冲煞了 所以你结婚的对象呢 就要了解他是树哪一个的 那他如果在生肖上也是一样 鼠呢 就冲马 牛就冲羊 虎就冲猴 兔呢 就冲鸡 龙呢 就冲狗 蛇就冲猪 那他们是不配合的 会相克 所以结婚了就不好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么他谈到冲煞也是一样 他不想去参加别的 把他的喜给冲掉 他造成这种冲煞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你不了解 你这样去回答他很直接 你也很单纯 911 因为我的生日911 所以造成911 他当然生气 因为他觉得你讲的 跟他所讲的是完全牛马不相继 而你勉强套进来来讲他的东西 所以他生气了 他不想多讲 因为讲了你也听不明白 所以呢 你以后就不要跟他谈 他冲煞的问题 就跟他说 你要信耶稣 我们是没有所谓冲喜冲煞 天天都是喜 天天都是美好 上帝的同在 这是福音 告诉他好的消息 因为有一些人天天就冲煞 他们天天都害怕 你知道吗 我曾经到一个姐妹的家 去探访他 不久他的姐姐过来 他说你看我姐姐现在才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次出门一定要拔杯 你知道他一定要求问他的神明 神明准洗他出门 他才出门 连出门都害怕 为什么 因为太多的迷信 这个也怕 那个也怕 相反我们今天信耶稣人 什么都不需要怕 有主的同在是最美好的 那给他肯定不要去谈你对他不了解的东西 多谈你了解的福音 那这样一来或许会给他带来祝福 好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一提是说 每当看到身边的基督徒 亲戚朋友 甚至是亲人 他们对灵命上没有追求 因此也替他们感到担忧 除了提醒他们 为他们祷告以外 还有什么是我们该做的呢 有人说是主的时间还没有到 请问牧师如何看待 我想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祷告是预备一个人的心灵 祷告是替他翻土 祷告是圣灵在他心中做工 使他的硬的心慢慢暖化下来 有一天福音给他的时候 就能够生根开始发芽 长大开花结果 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是不可或缺的 那你说除了祷告之外 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你生命的表现了 因为祷告是抽象的 祷告是看不见的 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 对他而言是他不容易理解 可是他在你的生命里头 看见你的家庭 看见你的生活 你家庭这么和谐 你生活这么喜乐 你虽然赚不是那么多钱 但是你却是那么满足 他不禁的要问 为什么 我都深深的被你吸引了 那这样 有一天 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可能就想起你 我也想过他那样的生活 他就来听福音 再参加布大会 而接受耶稣基督 这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有时候谈到时间到的问题 这是谁都不知道 timing是dependent on God 是上帝 不是我们 而保罗告诉我们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传福音 意思说 我不是要等时机 我乃是创造时机 任何时机 我都要传福音 我传福音给他 至于他信或者不信 那以后上帝的灵的感动 当他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信主 就好像榴莲 他还没有成熟 你把他采下来 采下来的榴莲是不好吃的 你要让榴莲成熟掉下来 才是好吃的 所以也不要勉强 那传福音给他 他没有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反应 就等候吧 你不要超越圣灵的时间 乃是顺着圣灵 做你当做的功就是了 时候将到 这些人都会来认识神 阿们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马太福音六章七节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请问牧师 重复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每天为同样的几件事情 祷告 或每天为同样的人来带祷 这样算重复吗 是的 这一段的经文里头 正如我刚才所读的一样的 就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不断的重复 圣经说 他们是要让人觉得 他祷告的很长 所以呢 特别的虔诚 所以祷告长 不一定是虔诚 可能是啰嗦 而他的啰嗦的目的 是要别人认为他虔诚 所以动机不善良 这是神所厌恶的 所以耶稣基督称这些 法利塞人为伪善 假冒伪善 就是这么样的一回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而我们每一天 为同样的事情的祷告呢 按照路加福音的说法 就是你祷告不可灰心 你不断的求 他说有一个朋友 来到一个家 敲门一直敲 因为他很迫切 而且很诚恳的 一直不断的在求 而这个主人说 我要睡觉 你不要吵我 但最终还是出来开了门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灰心的求 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们一直重复的代求 也不一定是错误的 相反 乃是一种对神的依靠 对神的仰赖 一种相信只有神 会赐福的一种的心态 所以他的动机是好的 是神所喜悦的 因此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好 最后一题吧 来 还有吗 好 谢谢牧师 这一题是说 如果我自己知道 现在别人的生命 不能带来价值 自己选择离开 那个人的生命 不想捣乱他们的生命 这样的概念是对的吗 或者我已经尝试和谐了 但怎么做 每天都是争吵不和 每天怀疑彼此 所做的每一个动机 那么我们还继续这种关系吗 是的 如果你自己觉得 你已经在他的生命里头 不能给他带来价值 他也不能在你的生命里头 给你带来价值 当然你们生活在一起 是很没有价值 这是可以理解 所以当一个人感觉没有价值 你就想分手 但是的问题是这样 你已经尝试吗 他也尝试吗 重新去创造生命的价值呢 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不了解 很多时候去没有学习 没有操练而放弃 就觉得非常可惜 比如说婚姻 婚姻两个当时是彼此相爱而结婚 而今天相爱结婚以后 发觉到对方并不是那么可爱 那你觉得他不是那么可爱 因为他没有增加价值给你 而现在因为他没有增加价值给你 你就不想增加价值给他 那不叫做爱 那叫做交易 婚姻不是一个交易 婚姻是一种爱的操练 我应当要学习继续爱他 我应做爱而结婚 我应做结婚要继续相爱 所以我就要操练爱 即使他不可爱 我也要从神的角度看见他可爱 这样慢慢的去操练自己对他的爱 而这个爱是很单纯的 那久而久之他也发觉到 爱给他带来的价值 生命就变得不一样 他反过来觉得对你很亏欠 他也要开始对你表达爱 那他就会把价值再归还给你 那这样一来 在爱的操练中间 是有可能创造新的价值的 而不是因为一时感觉到没有爱 感觉到没有价值 我就放弃了一切 那是大可不必的 如果是这样 很多的婚姻都离婚了 很多人际关系都完全失去 爱的价值就在于 愿意承受愿意分担 愿意去承受学习的整个过程里头 去创造新的价值 这个爱就变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爱 上帝看我们其实 我们都是罪人 可是呢 他却将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 他为我们增加了价值 因此今天我们才愿意传他的福音 来服侍他 那为什么 因为他改变了我们 所以你也应该学习在基督里面 让神的爱充满你 浇灌你 也用爱去接受他 去爱他 那生命会变得不一样 不要太快就谈离婚 或者就离开 就放弃 那是不需要的 如果要放弃 也应该操练努力了以后才放弃 比如说你对他温柔 你对他好 你对他为他祷告 为他祝福 做到有一天 他觉得你很宝贵的时候 你才离开他 你在听我的说 那他会觉得 你离开他的时候 是他很失落的时候 那就是你对他最大的惩罚 那你就开始爱他 而你现在就离开他 他没有感觉怎么样 他会觉得很开心 何必呢 你的离开造成他很开心 这何必 你的离开应该让他很痛苦 这才是对付他的方法 那你现在就应该好好爱他 关心他 那么温柔的对待他 这样有一天 你才跟他说 我想跟你离婚 看一下到时离婚会不会成功 再说吧 好吧 愿上帝祝福你 我相信到时 他一定会挽留你 他一定会很痛苦 如果你离开他 这样婚姻就变成会美满 愿上帝赐福你们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